今天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昨天是大涨了177点 刷盘指数9996点 涨幅1.81% 成交金额1712亿元 而OTC市场也大涨了2.36点 刷盘指数是123.12点 涨幅1.95% 成交金额409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证券分析生韦杰 韦杰台北股市 昨天不只是OTC跟台股都上涨 价量齐扬 而且是股汇双涨 外资又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 买操台股 昨天台股也站上了月线 那么未来台北股市 今天有没有机会 在如同之前三月底的时候 的大反弹连三红 那么站上月线之后呢 有没有机会站得稳 我们请教一下韦杰 好 方言长 大家早 台北股市昨天的涨势 基本上还蛮强劲 那也攻上了这个月线 那不过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 月线现在目前还是下弯的格局 而且呢 现在目前月线的扣底位置 只是在一万一千 一万一千点以上 那也就是说在接下来 至少半个月的行情当中呢 这个扣底只会快速度的往下 这提供月线下压的力道 会打压台北股市指数的 这个上涨的空间 那所以其实站上月线之后 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在于成交量 那当然昨天的成交量 是有一点点放大 不过我们说到 现在目前台北股市的指数 慢慢的接近到前一波 这个3月13号长期的 这个空方压力区 那这个空方缺口是在一万零三百点 那这个成交量呢 至少也要有两千亿以上 才有办法能够去挑战 这个缺口进行封闭 那以目前的成交量来说 大概昨天只有1700亿而已 那以目前的月均量 大概在1950亿来讲 其实都还不够 那我们还是只能把它定位 成为是一个短线的 跌升反弹的行情 那接下来的台北股市呢 当然就可以 我个人认为不太需要说 一次一定要去挑战 多高的位置 你反而稳扎稳达会是更好的 以目前现在月线下压的状况来看呢 那既然说它未来半个月 它月线扣底值 会慢慢的往低档去做扣底的话 那我们其实指数在这边 进行横盘震荡整理 然后接下来等到 它的扣底值来到低档 这个8900点以下的时候 再去配合月线的走平翻扬的格局 搭配成交量 当时候应该是已经回到了 大概回到1500亿这附近 你去配合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进行攻击 对于台北股市来说 反而多头的行情会走得比较久 比较稳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个长线的空方压力 有两个位置区 第一个就是在3月13号 在10300点的缺口的附近 第二个就比较高的位阶 那比较高位阶在10700点 这个我们就一步一步慢慢看 大家先把这个数字记在心里就可以 你先讲的第一个缺口是 4月3月13号的那个缺口 是10900点到10171点 这个是3月13号的缺口 首先先看这个缺口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回补对不对 对没错 那我们就先看这个封闭之后 才慢慢有往上挑战的机会 那接下来短线的话呢 因为从短线8523开始反弹 至少它在短线上面 是走出了一个多头的行情 那我们说的是短线 就是一个月以内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那这个短线的支撑呢 就会在3月25号的这个低点 那么配合昨天台北股市 做了一个跳空上涨的一个 多方攻击的架构来看呢 昨天4月7号的这个台北股市的 多方缺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极短线支撑 那如果说接下来 因为今天美股表现还算 昨天晚上美股表现不太好 那如果说接下来的台北股市 它是把昨天的多方攻击缺口给封闭 那么台北股市在短线上形成 假突破的机会就会很大 那跌破3月25就会是一个确认 也就是说两个位置点 第一个如果昨天的多方缺口封闭 你要先小心 昨天的多方缺口是9818点吗 就是前一天的收盘价 对也就是说它如果再回到月线一下 那就要先小心一下 这刚好也是月线 对对对 所以今天万一又跌破了月线 那就要小心了 那就要小心 那短线可能行情会稍微低迷一点点 那如果再加上跌破3月25号的这个低点 3月25号跌破 那就等于是确认 这一波的反弹行情是结束 所以其实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这两个讯号 那么当然昨天的台北股市站上月线之后 也提供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较参考的指标 我们常说如果你的股手中的持股能够表现赢过大盘 那至少它在反弹的强度上面会相对比较大一点点 那也就是说如果昨天你的股票还没有站上月线 甚至还离月线很远 那这时候可能要先考虑它提前结束反弹的机会就会比较高 那当然我们就目前看起来 这个在这个外资Morgan Stanley 三度下修苹果的硬体销售跟收入展望 而且它调降目标价连续三次的过程 来看代表今年外资对于这个苹果的手机销售 其实并不太看好 那么代表就是我们国内的供应链 它的订单会减少很多 那先行指标就会是这个礼拜要展开法说会的这个大立光 跟下个礼拜四的这个台积电 那大立光呢三月份的营收公布出来 其实还算是相对蛮强劲 那不过四月份他们有提到说 四月份可能会有这个衰退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月的衰退 这个蛮正常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礼拜大立光它的法说会 会牵动至少在短线上面第二季 他们的第二季的营收的预估值 那一般来说大立光会是一个先行指标 因为毕竟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说 它都是还蛮领先的状况 如果说大立光它在第二季的 这个业绩的看法上面相对比较保守 那么也可以相对回应到过去国内的一些相关的报告 是说第二季的这个电子产业 基本上它的订单是基本上都不好 那第三季的订单也是不明朗的一个情况 那在今年的台北股市的科技产业 就会可能出现忘记不忘的效应 这个就要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另外在台积电的部分 它是台北股市的一个长线多头的关键指标 也是一个信心指标 因为到目前为止它的年限还是上扬 也就是说它只要能够站回到年限以上的格局 那么对于台积电的长期走势来说 它还是维持在多方的架构 那么也能够激励台北股市持续的往高点去挑战 而且能够把整个指数稳扎稳打的往上推 那么另外在苹果供应链的部分 代工厂的部分是比较要小心一点的地方 尤其是鸿海在这一波的反弹行情当中 基本上都没有跟上 我们可以看到鸿海的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的股价 大概就是贴在一个横盘附近做震荡 那一个区间整理的格局 那跟我们的整个台北股市的反弹行情 基本上是搭不上边 那这就代表说其实鸿海虽然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厂区 它复工率很高 然后也开始恢复到生产 可是在今年的阶段状况上面 似乎是不太乐观 所以你刚刚提的这几家 大力光 台积电跟鸿海 其实你从现行上来看的话 那么台积电是相对强势的 没错 然后鸿海是相对弱势的 那这两个其实就刚好是两种指标吗 对 刚好是一个强一个弱 台积电是强势指标 那鸿海的话就是变成是弱势指标 那至少要看到鸿海能够持续往上攻 那对于大盘来说就有走得更稳的机会 那么提醒大家 现在目前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操作 都是以技术面操作为主 因为至少在第二季 我们认为在科技产业的部分 订单应该都是不好 那短线操作以技术面操作 强反弹为主的投资 不管你是做短线 还是你要等待反弹节套 你要特别留意跌破三天的低点 你要先测出资金 跌破三天就要先测 那么其中我个人认为 以这个记忆体跟被动远近要小心 尤其是这两个族群 在最近市场上的利多消息 其实蛮多 可是股价看起来好像都没什么太多的反应 尤其是被动远近要特别小心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情况 可能会是利用利多消息 再进行另外一次的出货的一个现象 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好的 所以呢 这些分不同的层次 当然你这里面看起来 对记忆体跟被动远近 是最为谨慎的 然后呢 大力光台积电跟鸿海 其实你是作为指标 让大家去参考的 而并不是提出这个建议 买进或卖出的一个建议指标 对不对 因为这个完全是强弱差太多了 好 给大家一个操作上面的一个参考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证券分析 师傅伟杰